點蟲蟲 蟲蟲 究竟紙皮可以怎樣玩呢? 現在開箱了 箱裏面除了紙皮還有game card 和小配件 這盒東西裏面有五隻game 而我當然是找最容易的蟲蟲車來組裝 有多塊紙皮 哪種是蟲蟲車 原來這裡有泥士 現在 原來只有兩個步驟 它的位置真的蠻準 神經病 我製完了 我製完了 超快 還有這個 這邊要接一支 製完了 紙皮 就要跟Switch合體 搞定 不用十分鐘就能玩 其實可以再快一點 不過每個步驟都要長按 劏慢了我進度 嘩 好搞笑 好像震機 紙皮本身當然不會走 想令蟲蟲車動 就要在主機上控制 令兩個手掣震動 向前 向左 向右 都沒有問題 我想三隻手指位 它的Sensor I-R-Sensor 試玩了蟲蟲車一會 我最想說的就是 千萬不要小看 它是紙皮靠組 這麼簡單 因為它在桌子上 走了這麼久 都還未無蝕 而且最令我驚喜 就是它有一個鏡頭 控制這輛紙皮車 快點叫朋友一起玩